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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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订阅每都可以代表屎兵 缴是超宝的意思 润就是地圳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刀山的要词解说外屎兵也会跟草宝在中 外屎兵未在地圍比较 impacting的地方 在观察已经过三年ее和危险的立法庭 当我们介绍訂墙庭时運较高 天后同仁的胜刀是千月天 摇刀是李伟佛 救生的胃地就在摇刀李伟佛的范围裡面 李除了有火的意思 也代表軍隊準備到武器 這一點很符合姚子裡面所說的 芙蓉以望有加上 救生的胃地是摇刀李伟佛最上面的一項 看起來就跟姚子裡面說的 神奇高齡一樣 有米在地形比較高的地方 在觀察各種的感覺 菊莎擁有其養為 這是抵擁的情形 雖然這代表菊莎的經濟 有更有動力 但是因為它不是坐在中圍 而且也沒有到最高和上來對應 這就讓菊莎看起來有一點 但是太過程度 同仁國裡面只有六二是陰謀 所以其他五個雄謀都會想要跟六二來清淨 但是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六二跟九五陰謀相應 六二只管理對自己當中很多人作為 對其他的雄謀都很冷淡 菊莎摘不到六二清淨的情形之下 由加上菊莎本身的個性很激 很強勁的關係 所以這些決定要派出軍隊 怕想要跟九五自尊整一個項項 很可惜在菊莎的頂端 是三個雄謀的勉強 在這種狀況之下是不能隨便行動的 所以這些過了三年也不敢 無欠發動攻擊 足夠影響愛美人 這就好必是在說六二是一個美麗露營 所以他可以摘到很多男人的悲哀 在這群隊球之中 九五的實力相改強 但是九五跟六二是正道義合的情形 這個時候同樣也有實力的救生 當然會有不感恩 沒有太放棄的心情 所以才會參選出 想要跟九五政論六二的想法 因為九五的地位太過關 冷冷也很強 所以九三只能用美福丹台手段 相傳裡面有說 福榮以望 第一天的三歲不心安心的 屬兵美福在草婆裡面 是因為敵人太過共產的關係 才會連續三年 都沒有辦法出擊 只可以一直小心觀察 天后同仁這幾岸 希望大家可以有同樣的理想和信念 希望大家都是同心同地的狀況 但是很明顯 九三為了自己的思心 出兵也會被人這種機動 就違背了同仁國的中心思想 九三跟自己跟同伴之間的關係 無到很緊張 台前那麼多的精神 只會讓自己帶來 驚慌和佛安 最後我們來看天后同仁第三後 雄後的總結 九三有工業的實力 但是沒有坐在中間 因為要跟九五相接的關係 所以叫軍隊在草婆來賣福 派屬兵在地形比較高的地方在觀察 因為九五的能力實在是太久 所以九三等了三年 它也不敢無欠出擊 接下來是九四的部分 九四成其用福克工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八到三成的上面 讓敵人沒辦法進攻 結想 成這個儀 我們剛才在九三後的窯子裡面 我們有說 就是和生的意思是一樣的 都一樣是向個主來移動的意思 雄就是三成 相傳說 成其用義福克也 其己則困而反則也 八到三成的上面 準備要跟敵人開展 但是最好選擇 奉旗進攻的機會 反倒回來 可以在一個結尊的結果 這是因為 在等到困難之後 選擇要按照幾季來行事 因為救出也想要跟九五 作為政策六二 所以才會發動攻擊 但是 經過過創的現實 九四永遠會去陰謀 不但不得尾 而且也沒有坐在中恩的位置 這就代表 九四的實力 根本就比不過九五 所以在九四選擇 風氣進攻的時候 反倒回來就不會有生死 它可以立即結尊的結果 九五跟六二的青金 本來就是正當的 照理來說 九四攻擊九五的行為 是不對的 所以在九四執事 火頭 發展自己的錯誤以後 不真的對九五來擋住 才能得到好的結果 最後我們來看 天后同仁第四季 勇勇勇的總結 九四不中不正 又還沒有跟 粗糕何上來對應 因為九四用後 既因爲 代表有退入的可能 所以只要九四 改過主心 就可以立即結束 大家學業經 做人出事可安心 身體健康心安靈 導致救災必定 做學業經 家庭幸福英港心 休息路上可建成 三宗策劃 節目後期帳號 四季二七四七八十 好名 十方法改基金會 歡迎回來三宗策劃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 眾人感心的故事 天后同仁這句話 想要表達的是 大家要感心感敵 團結行事的概念 有一句俗意外在說 一個火星等水喝 兩個火星等水喝 三個火星沒有水喝 這就是在說 團隊不合作的下定 那是一間生意裡面 只有一個火星的時候 它只需要付自己的部分就好了 所以它一湯水 就可以喝兩天 突然有一天 第二的火星出現了 它一口氣就把整半湯水都喝給亂 想起大火星就要求二火星 拿兩湯水回來 但是二火星不願意 日上也不允許 尿布的情形之下 有過了兩天 最好是因為 兩個人太過頭 飲來不掉 只好做火 流山去掛水 過了沒多久 第三的火星出現了 因為天氣實在是有夠熱的 所以它在那裡 就把整個湯水都喝完 三個火星知道自己不得 所以他們就流山去掛水 但是一百一山回來到他們的時尊 他們就感覺非常催淡 所以它又把水都喝完了 就這樣三個人 你看我 我看你 三個人不願意先開水 怕自己會逼對風漸搬牌 結果那天晚上 神醫所來發生火災 但是水湯裡面連一點水都沒有 所以他們只好沖流山去掛水 一直打火打到半邊才結束 經過這次的水湯之後 他們總算面白了 但是不省山 就沒不省拿 會倒你 後來他們三個人 不再經經結束 每天都很認真地受傷 團結過一支 在莊六青之前 我們要先學會莊地支 莊地支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陽掛莊陽地支 陰掛莊陰地支 陽掛為前、正、坎、更 陰掛為坤、對、離、遜 陽地支為子、隱、臣、五、身、虛 陰地支為醜、卯、似、未、有、害 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在莊陽地支的時候 要從順時針的方向 因為子是前陽之士 所以要照著子、隱、臣、五、身、虛 這樣的順序來裝 但是在莊陰地支的時候 因為未是昆陰之士 所以要從逆時針的方向 照著未、似、毛、醜、害、有的順序來裝 從初遙開始 順序由下往上 每一個遙位分別代表的地支 如下圖 我們說過 十二地支有各自代表的五行 從右下角順時鐘來看 海子為水 銀帽為木 四五為火 身有為金 剩下的醜、臣、味、虛 都為土 每一個弓手掛 也都有自己的五行屬性 錢、對、屬金 正、遜、屬木 砍、屬水 梨、屬火 更、昆、屬土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 每一個咬的地支跟五行之後 就可以來裝六七了 以弓手掛的五行為我 再下去推算 生我者父母 我生者子孫 克我者官鬼 我克者七才 同我者兄弟 五行的相生相克為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舉例來說 李一 從天風構的掛像上來看 天同 人同 地不同 判斷適應的口訣說 地同似似 地便出 所以 天風構的似遙 在初遙 印遙 在第四遙 因為似遙 在初遙的位置 所以 它的弓手掛就是前掛 前屬金 天風構下掛為遜 所以 初遙到三遙的地支五行 分別是 稠土 亥水 跟有金 上掛為錢 所以 四遙到六遙 分別是 五火 生金 和虚土 接著是六親的部分 前屬金為我 由下往上 從初遙開始 土生金 生我者父母 金生水 我生者子孫 同我者兄弟 火克金 克我者官鬼 五遙的位子也是金 同我者兄弟 最後的六遙是虚土 土生金 生我者父母 按照上述的步驟 就能夠完成 庄地支和庄柳青了 若如八萬四千的發問 來對抵重生的煩惱 就好清楚一支歌 可以有非常多的民鄉 來解釋重生的問題 今天的節目 我們就要繼續來介紹 天吼同仁歌 生吼變吼之後 變成下歌 振月雷 上歌 全惠天雷 天雷無望歌 以及順吼變吼之後 變成下歌 老子 林惠 上歌 順吼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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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套用在各種問題的分析 我們先來看財運和導主的部分 在山後海水的瓜鬼 當新土主孫的時候 生後的瓜鬼當化主孫回頭曲 代表你最近的財運不好 不適合參加人家的導主活動 建議你拆除完蒙丹臺的方式 這才能劃免生實的發生 在四後五歲的兄弟當未託主孫的時候 五未合兄弟當必卻財 代表你現在的財運是不好的 若是不欠導主的了解 建議你需要先鑑定你的導主教會 再來是感情的部分 尖對阿北結婚的男性 在山後海水的瓜鬼當化新土主孫回頭曲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項土代表是因為你本身的工作 讓這裡是你的需要 也不是很穩定的關係 才會造成你的婚姻難性 在四後五歲的兄弟當未託主孫的時候 五未合兄弟當卻財 這樣掛上對感情來說相當不離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你的感情狀況是相當不好的 若是你最近他趕快結婚 最好是等到秋天的時候 叫來結婚比較適合 尤其已經結婚的男性 在山後海水的瓜鬼當新土主孫回頭曲的時候 我們請看這項土 生後的瓜鬼當化主孫回頭曲 代表你老公和母因為 他屬於想的理念不服 牽著去婚姓 又加上過法力將影響 你最好會避免離婚的可能性很大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化未託主孫的時候 表示你跟你的太太最近感情冷湯問題 經過過上的現實 就是因為你們在孩子身上的開銷比較大 才會造成你們有盡量的經濟壓力 但是你們也不用太過擔心 只要過一段時間這份壓力就會減輕了 到時候只要你們好好參加 取出應對的辦法 你們沒有的感情就會立刻改善了 海水的冠鬼當神徒祖孫回頭曲 變成天雷無王的時候 冠鬼當化祖孫回頭曲 高化力槍變天雷無王 對目前有高翁對上的人來說 表示你們的恩惠跟男朋友觀念不合 而且在參雄以後 甚至可以得到共識的原因 最好兩個選得分手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未託祖孫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段度五未合 四後是海水的冠鬼 表示要等到冬天的時候 你的結婚的紀律就比較更高了 前途已經結婚的流行 在三後海水的冠鬼當化神頭祖孫回頭曲的時候 我們請看這段度化法力槍 代表你最近的婚姻狀況不是很理想 只有可能的因為身心的事業失敗 許多是工作不穩定的關係 兩個人決定要離婚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未託祖孫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段度 海水的冠鬼其實 這是一個可以百年好合的冠狀況 表示你們父親的婚姻 生活非常美麗 健康方面在三後海水冠鬼當時 洗澡海水冠鬼當化神頭祖孫一望 來看這段度的介紹 再加上冠法力槍 這是一個代表的冠狀況 表示你的背景會有危險 你一定要再生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這些影響 若是有無緣化的情形 就要冠軍去冠醫生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時 洗澡海水冠鬼這樣掛上 代表北京難等 而且你要特別注意三個問題 要有一點你要注意 像來路不明的片方 尤其是沒有政府認證的有品 最好不要修容 沒有效果 生死精彩 這都沒關係 萬一營養到你的健康 加重後你的背景就不好了 一個是學業的部分 在三後海水冠鬼當化神頭祖孫 回頭脚的時候 代表是因為你的健康總統不好 所以才沒有成長的體力來讀書 自然你的學業成績就不好 建議他要冠軍 將自己的身體調整得好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未透祖孫的時候 我們請看這段度 海水冠鬼指示 表示你現在的性質 維持在中上的程度 但是只要你 經過認真來學習 你的性質一定要進步 在工作方面 在三後海水冠鬼當化神頭祖孫 火頭脚的時候 掛法力衝 代表你最近的工作 壓力很重 甚至讓你參選後 要立即換工作的想法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時 海水冠鬼七世 雖然你目前在上班這間公司 讓你的台武 並沒有達到你的目標 但是未來生產的機會很大 接下來是冠詩方面的解釋 在天后同仁 三後海水冠鬼當 變成天內汙王的時候 聖後海水冠鬼當化神頭祖孫 火頭脚 但是因為那裡有 應老的祖孫 聖後花水冠鬼的關係 所以這間公司 你很有可能的敗訴 在天后同仁 四後五歲兄弟 當未肚的祖孫 我們來看這段度 變成風候家人的時候 應老的祖孫 聖後花水冠鬼 這一樣 或是代表這間公司 對你很不利 公司經營方面 在三後海水冠鬼當化神頭祖孫 火頭脚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段度 高化六槍 這樣掛上 表示你最近的事業運 很壞 竟然你的公司 就要繼續經營了 在四後五歲 兄弟當化未肚祖孫的時候 雖然你的公司 現在是了解的狀況 但是未來會慢慢賺錢 大概是在秋天的時候 專家就要出現了 你要好好把握 就像貸款方面 在三後海水冠鬼當化神頭祖孫 火頭脚的時候 代表是因為你本身的條件不俗 由此是準備的資料 不夠多轉的關係 才會發生貸款失敗的問題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中 頂後出頭的祖孫 脚清後海水冠鬼 這樣掛上 標示你想要照很多對象 不會照你的基率很大 最後是養財跟陰財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養財方面 在山後海水冠鬼當化神頭 祖孫 火頭脚的時候 掛法六腸 標示住在這間家裡 會影響到你的健康 甚至住不多久 你就想要搬家了 在山後海水冠鬼當化祖孫生財 表示未來冠鬼是生樂的後期的情形 在四後五歲兄弟當未透祖孫的時候 海水的冠鬼 在祖孫生財 代表住在這裡 會影響到你的財運 在島主放在山方面 頂後兄弟當化祖孫生財 這一樣 代表未來的冠鬼是生樂的 還有祁家的情形 從來看陰災的部分 在山後海水冠鬼當化神頭祖孫 火頭脚的時候 代表祖孫的佈地 在粉金座山的岩排上面 可能有出一些差距 所以不怕 這會出現很多 苗粗和苗粗 而且祖孫生財 也會造成爪的走進去 在四後五歲 兄弟當化未透祖孫的時候 五未合 表示祖孫的風水 是對人情優利 但是不理財運的報局 以上就是天后同仁三後人 變成天雷無望的歌 以及四後人 變成豐富家人歌 為大家做的解釋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進入疫情的世界 了解高的運用 將來自己的名運 讓你擁有幸福健康的人生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會再見 在列印尋 室讚爆開 你會做的解釋 我會示築 你會做的解釋 很快 等嗎 你會做到 King 你會搬來 你說的諸王 你會做的解釋 你會做的解釋 你看到全部解釋 你會做的解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